在还没有办法拿到充足的疫苗 以及我们都还没有办法接受施打的同时 却在这时候看到了一则外媒的报道 大家吓了一跳 哇 请看 现在呢 台湾重申与巴拉圭团结 转移了200万剂疫苗 这谁讲的啊 巴拉圭的媒体啊 有这样的一篇报道跑出来了 哇 吓一大跳 我们不是才跟AZ只拿到11.7万剂吗 是啊 说有1000万剂 但是还有好多还没来 对 所以呢 大家就赶快来问我们的官员了 包括指挥官陈时中 结果呢 当然呢 他就说我们呢 没有本钱转让疫苗 外媒要量力而为啦 但是当然啦 这个外交 我们其实真的是没有 我们没有主动帮他买 但是呢外交部有坦诚啦 哎呦没有转让啦 只是他们的转移的相关的投资计划 五年的计划 所以呢他把这个钱 我们有给他钱 但是他拿这个钱呢 去买了这个所谓的疫苗 对 那不是我们帮他买 我想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他买吧 我们的购买能力那么差 哎亮哥 我们购买能力那么差 我们要1000万起来 11.7万 我们是有办法来够帮忙买吗 今天卫福部主要是说 没有用到我们的配额啦 对啦 可是那个钱还是台湾的钱 钱就是台湾的钱啦 就是你以前已经外援给巴拉圭 可是是别的项目的钱啦 那巴拉圭把它解编部分 然后希望能够挪到这里嘛 那台湾要同意啊 因为本来是要盖社会 好像是住宅嘛 是 那因为那个住宅的话 本来啦 因为我们园外 通常我们会有一些建商啦 营建团队一起去 那我也给了我们的厂商赚点钱嘛 所以一定是要台湾外交部 这边要同意啦 对 那表示我们外交部同意了嘛 所以外交部同意是事实啦 所以他这个钱可以挪作 来买疫苗的钱这样 那跟卫福部没有关系 但他同意的这个关键 就思考的关键点 难道是因为美国吗 就因为现在其实美国呢 他也希望巴拉圭要跟我们台湾 要好好的合作不是吗 来这个是 这个说过了嘛 他说台湾是一个对世界 有贡献的国家 呼吁台巴合作抗疫 但问题来了 是因为呢 巴拉圭没有疫苗 但是呢 中国大陆在这边 给了很多疫苗 所以巴拉圭其实也跟他要疫苗 跟中国大陆来要疫苗 所以他也是担心说 哎呦 我这南美洲 因为最近发生一件事啦 就是巴西很需要疫苗嘛 是啊 那巴西跟巴拉圭 其实就在上下而已 那巴西是让影响力是很大的 那巴西因为 他不会跟中国得到疫苗 所以要对华为做开放 是啊 那美国当然很生气啦 那巴拉圭当然相对上 因为他跟我们是那个邦交嘛 所以中国基本上并没有照顾他嘛 那所以他就没有拿到疫苗 因为美国也不给他啊 美国他还没打完不给人家了 对 所以确实他陷入无助啦 而且他疫情蛮严重的 他跟巴西都蛮严重的 对 所以是基于这个理由 就是说他那个布林肯 就是美国国务卿就建议他说 你去跟台湾求救啦 那我们 那意思就是 那意思就是说 那意思就是说 他也不帮我们找疫苗 他也不帮我们找疫苗 这是两回事 因为我们卫福部 并没有帮我们的配合给他 没有 现在只是说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一笔元外遇算 在盖房子嘛 那美国不想出钱给巴拉圭嘛 还要帮巴拉圭来找疫苗 你就跟台湾讲一下说 那笔钱可以挪到这 但是美国把疫苗给巴拉圭 美国有没有牛津疫苗 我也不知道 那也不见了是美国给的疫苗啊 我解释一下 我觉得 美国人买了6亿剂疫苗 拿在手中 然后周边的国家 他有拿到牛津疫苗吗 他都有 他当初什么都买 所以他买了6亿剂疫苗 拿在手中 但是周边的国家都不给 然后他预计要到明年再给 那我现在才3月 我到明年 因为他一定要 他一定要全部都打完了以后 他打一剂啊 一定没问题以后才要送出去 但问题就在别的国家呢 那刚刚正亮讲的就是 南美洲 中美洲很严重啊 是啊 那巴西更严重啊 巴西都拿不到啊 那怎么办 那对巴西来讲的话 那当然中国大陆给嘛 给了以后 当然对巴西来讲 就知道说 原来的反中是错的 所以他就改变了他的态度了 改变了他的态度 那当然就影响了巴拉圭 可是对巴拉圭来讲的话 美国又担心巴拉圭 跟中国大陆建交 因为巴拉圭已经有多次的 跟中国大陆已经有在接触了 其实我们巴拉圭的大使 这里也要跟台湾的民众说实话 因为已经有很多次的接触了 那很多次的接触的时候 美国就很担心巴拉圭整个 又跟台湾结束关系 跟大陆建交 一建交以后整个南美洲 台湾几乎都没有了 这里还有一个厉害关系 因为中国可能把部分的 美国的大豆订单转到巴拉圭 所以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损失 因为巴拉圭可以中大豆 但是即使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地步 对美国人来讲 已经是属于战略性的问题了 可是他还是不愿意花钱 不愿意给他疫苗 然后还是要台湾来买单 那我们台湾也缺疫苗 那我们再帮他们 没有所以我觉得这200万剂 这个部分以后要揭露出来 就以后到底 因为我们现在也拿不到 AZ韩国也没有给我们 只给我们的11万 11.7万而已 而且我们比这个越南 泰国都后面 因为越南泰国是2月就拿到了 我们3月才拿到 我们还排在人的后面 好那如果你今天 韩国的这个厂已经量产了 开始往外供应的时候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后面的 他就先挪给这个巴拉圭 我不晓得 这个部分里面 到最后变成要追 我们的整个疫苗的进度中 有没有中间 有没有移走 那问题就在 卫福部跟外交部的讯息 是不是相通 那也就是说外交部 是不是已经有答应人家 然后卫福部还不晓得 賴教授我跟你讲 然后巴拉圭的新闻 就跟你讲出来了 这个我可以说明 因为牛津疫苗 在全世界都有代工 那南美洲是阿根廷代工 那我们这边是南韩跟印度 我们台湾是属于南韩 我们叫韩国代工 我们现在买南韩 所以不会买到 我们韩国的AZ 可是我也没有把握说 今年我们AZ 可以全部拿到 对嘛 这两回事 所以比较完整的说法 是说美国叫我们挪钱 让巴拉圭跟美国买AZ疫苗 就是这样 那个疫苗他也不能给你 就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大家 现在唯一听到的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最快最快 下周一 那个11.7万剂的疫苗 可以施打了 谁先打 但是 现在不是就说是最高风险的 医护人员吗 目前有33%愿意打 33%愿意吗 33%而已 而且指挥中心说 这个比例算不低了 医护人员 他们最懂这个的人 33万的33% 所以现在大家就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这个疫苗还有很多都还没到手 只有11.7万 现在是看到在台湾 可是呢 我们现在呢 却拼命的要想办法 要做旅游泡泡了 帛琉旅游泡泡 现在要成岸了 要成团了 团费预估6到8万 但是如果五天四夜的话 可能还会再更高一点 团进团出 然后跟当地居民区隔全程定点接驳 现住认证的旅馆还有专属的用餐区 一周是飞两个航班 而一班飞机多少人 110人 每周四跟日出团 好坦白讲呢 现在帛琉 哎 这一次这个旅游泡泡呢 说是亚太的这个第一个国家 现在我们可以跟他们这样子来做旅游泡泡 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 你看我们的成绩就表示说 我们的确防疫做得好啊 但是呢 现在你看哦 恢复小三通泡泡的模式 但是要不要 因为真的有厦门台商很努力的想要反应啊 很需要啊 希望能够恢复正常啊 但是呢 我们的陈时中说 台湾注射疫苗比例少 所以开放仍然有潜在的风险 换句话说 现在就不必想了 好 那我们就想一个是旅游泡泡 是跟帛琉的旅游泡泡 但是另外一个呢 是有广大的台商非常期盼的 这个所谓的小三通泡泡的模式 佩君 这个不是应该 可能要相比之下的话 小三通这个是比较需要吧 等一下这个委员 等一下给你 我觉得柏油旅游泡泡这件事情 其实蛮凸显M星化 因为我今天看好像有四百多人报名 我现在团费是翻了一倍了 但是我相信国内大多数的人 还是继续走国旅的模式啊 那与此同时 我觉得虽然柏油旅游泡泡